今天我们做一个 生瓜鱼头海鲜汤 生瓜一条到两条 鱼头一个 在鱼脑里叫师傅斩一边 帮你开梳 我们就稍后继续处理 虾大概一份虾 可能20-30元份的虾 调味料 鱼露姜甘筍盐 就这么多 还有一个包仔豆腐 我们现在就开始处理虾 虾撕头撕壳非黑肠 如果你说买新鲜虾的 就先过一过冰水 虾壳虾头那些 我们留在它 稍后再用 虾完成了之后 就到鱼头了 鱼头 鱼头洗了之后 就要小心点 怕它腥的话 就一定找一支牙刷 去掉血水 慢慢去拆 拆掉所有血盒在里面 现在我们就用牙刷 拆掉血盒 如果怕它腥的话 我们再做一点点 切一点葱 拿一点姜片 摸一摸它 搓均匀 用姜葱 逐个逐个搓均匀 搓均匀 那我们现在就 已经两边都捉完了 那我们可以放在它一边 让它入味 好 那就到豆腐 个人喜好 自己大粒都无所谓 我们特意用包仔豆腐 就会搓均匀 不会那么容易烂 成瓜 不用刨掉它 刨掉老的外层就可以了 老就是摸下去 因为大支一点 老的一摸下去 就特别有老有巢 摸下去就会知道了 摸上手 如果粗糙的我们都会刨掉它 剩下这些摸下去 没有那么粗糙的 好 那就刚刚刨完皮了 好 那我们首先 头上有点苦的 头尾我们都不要 接着我们就把它开边 那就会见到很多核在这里 那我们用匙匙 飞一飞它 不是那么多人喜欢吃很多核 那我们刨 试乎你自己喜好 那些核是可以吃的 那我们轻轻 拔出大部分的核出来 开了核之后 我们就开始切件 又是无所谓的 切多大块 自己喜欢个人喜好 好 刚刚用过姜和葱 抹完 抹完它之后 记得 大概5-10分钟 拿它出来 印干水 准备用 好 现在又是热锅下油 放多一点油都不要紧 好煎些 那就最佳 先爆香姜 先煎到它金黄色 现在就刚刚开始爆香姜了 那我们就下鱼球下去 一下鱼球下去 不要动 等它煎一阵才反第二边 煎它两边 煎到它熟到透 我们在这些时候 记得是要准备三四碗水 一会要用煎熟了之后 就要撞热水下去 那我们就调一个中上的火 等它煎香到它两边 煎到它香 两边都熟的 再撞热水 再撞热水 好,现在这里大概煎了两至三个字 煎了两边左右 即是每边大概七分钟左右 那我们就准备了一些热水 大概三至四碗水 这个是很重要的事 那我们现在就下滚水下去了 你看到现在鱼球熟了 撞了滚水下去 已经会变成白 我们会再去四碗水 煎到它大概三碗水 它就会变成奶白色 那现在就下滚水了 那就开大火 好了,现在就十分钟过后了 即是煎香完 撞热水下去 撞了下去就用大火来煮了十分钟 你看到那些汤已经起白了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起白的时候 我们都会搓散距来煮 那现在十分钟我们就夹一些汤去 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准备一些篩 夹一些汤出来 现在我们就再起锅 又是姜开锅 爆香了 我们就下虾仁下去 用来吊香它 吊香整锅汤的 很多时候我们将这些菜 这些东西回一回锅 煎它,轻轻煎一煎它 味道就会不同了 咸香会出来 鱼、虾鱼都会香很多 轻轻煎一煎它 不用煎熟的 我们还没完的 看它这儿都不够十秒 它已经开始煎熟 煎到两边有色 金煎 那我们就拿起刚刚刚的 鱼头汤 再一次回锅 好了,那现在回到汤去回锅 现在水滚了 那我们先把杏瓜放进去 煮它一分钟 因为它比较硬 我们会选择用杏瓜 下去煮它一分钟 就会轻轻 其实如果你说很多时候 中菜都会煮到它很融 一般我们自己个人喜好 我喜欢它刚刚很熟 就带一点点轻 那就已经去收皮了 大概一分钟就会很爽脆 两分钟就偏轻 好,现在的杏瓜 就煮了一分钟 那我们要两分钟 我们留下一分钟 以来煮豆腐 那就不会太软了 下豆腐下去 豆腐放下去 又是加多一分钟 那就是杏瓜两分钟 豆腐下去大火又一分钟 在下豆腐的时候 我们下我们以来做色的金筍片 一块驰 整锅汤立即热热 就会更好看些 吸引一点 现在只需一分钟 好了,现在又一分钟 都完成了 那状态呢 杏瓜就已经开始偏软 一只筷子拿下去 你就会感受到 那我们终于 再加一点味 我们下少许盐 一勺茶筋盐 那么多多盐 调一调味 鱼露,几滴 就完成了我们今天的海鲜杏瓜汤 今天的歌是这么快的 花是发生的 相逢的 鱼杏瓜 没想到 区民的人 谢谢观看